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公布纾困措施 他形容是施政报告下集 他宣布动用100亿加码推行多项纾困措施 先讲长者,2元搭车优惠放宽到60岁 长者生活津贴或一提高到3500元 同时放宽资产上限 房屋方面首次提出在劏房实施租管 又会为轮后公屋户提供现金津贴 打工仔失业可以有3个月失业津贴 又建议逐步将劳工价和银行价看齐 先由马晴晴报道长者关心的议题 一年用公帑14亿5000万的长者2元搭车优惠 会由65岁改到60岁或以上 受惠人数由133万增加到190万人受惠 或者可以被形容为特区政府的其中最大的得证措施 将它延伸到给60到64岁的人士 这些人士很难说现在形容是长者 他有一些财政的承担 但是也会享受社会上或者市民的欢迎 那我们就做 政府说这样做可以鼓励就业 而何时落实就还要等上半年检讨完计划才公布 刚好60岁的他听到消息都开心 好 越多优惠最好 起码不用困在家 这些车钱贵 另一方面看又好像太早那样 60岁的他都还有工作能力 财侧下继续派钱 放宽的还有要通过资产审查的长者生活津贴 接下来不会再分普通和高额 或一会发放高额价每个月3585元 资产上限也有15万大幅调升到50万 预计会多15万个长者受惠 经常开支额外多50亿 拿开普通津贴的他 有望每个月多910元 政府说连卖其他一共10项措施 会令经常开支增加2% 即大约80几亿 相信公共财政稳健 可以支持 希望更加支援弱势社群 有先电视记者 马智晴报道 林郑月娥去年先宣布 要将长者纵援的年龄援纜 由60岁提高到65岁 说要跟其他福利看齐 现在2元乘车放宽到60岁 特首就说是要突破思维 不是招令直改 剩下这个项目是60岁 因为其他都是65岁 医疗券或者2元乘车 诸如此类 所以就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理讯的工作 不觉得这种是招令直改 不过你说我自己都选择了用一些字 有时候我们都要加大力度 突破传统的思维 就是不能够不断地沿用同一套的想法 我们是与时并进 看到去到哪个时候 为了香港的利益 是需要作出一些思维上的改变 一首长安 尤善新闻 抓得上自己去 我会说的 就是做得人 从来 我一直就打算 我是有什么事